但诸多环节都会用到冰镇的手法 而郭师傅今天要做的这道菜 必须带着冰沙一起上桌 才能真正透出那股沁人心脾的清凉来 做基础版的荔枝鲜果只需要这三样东西 但今天郭师傅打算教我们一个升级版 不管是基础版还是升级版 首先第一步都是给圣女果去皮 第一步是把圣女果烫一下 烫的目的是让圣女果好剥皮 为了更方便去皮 下锅前可以先在圣女果的头尾各打一个十字花刀 等水烧开就可以下锅了 烫的时间不要太久 十秒钟 十秒后将圣女果捞起 放入冰水中冰镇一下 等到圣女果冷却之后 再剥皮就变得容易多了 做好了的话再捞点冰块把它震一下 吃起来会更冰爽 接下来将荔枝打成汁 荔枝最好也能提前冰震一下 去皮 去盒 放几颗荔枝就放几块冰块 将荔枝和冰块一起榨成汁 打完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它过滤一下 过滤的话呢是为了它的口感更清爽 然后呢在自己家的话也可以不过滤 再稍微挤点柠檬汁 带点柠檬的酸味 还有它的清香味 如果说在家里的话呢 你没有说去榨这个新鲜荔枝 可以用一些雪碧 或者是一些茶香味的饮料都可以 第三步 装盘 装盘之前 我们可以先用榨汁机打好一些冰沙 将圣女果随意地叠放在碗中 再加上几瓣荔枝肉点缀一下 倒入事先打好的荔枝汁 再盖上冰沙 基础版的荔枝鲜果就完成了 想要色彩更丰富的话 还可以淋上一点鲜榨的火龙果汁 这是黄色圣女果加火龙果汁的进阶版 用红色圣女果做的基础版 配色更清爽 当然做法也都是一样的哦